好,大家好,我是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讲的是关于你所不知的账户的优化思路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节课程 我们看一下在竞价中它的一个优化的一般流程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是账户层级,一个是网站层级 那么账户层级优化什么呢?优化点击量 优化什么?优化涨协量,优化排名 排名的话又与哪些营修有关系呢? 出价,创意,雪池,网站 网站的话,雪池访问量跟雪池这一块是影响访问量的 影响访问量的 那么访问的质量的话,有什么抵达率,跳出率 还有一些PV,访问时长 那么这些数据我们都去哪里去查看 对不对?那么像这一块 在最左侧这一块的话,它是形成一个倒三角 我们叫漏斗 我们叫漏斗,那么它是从展现,点击,访问,转化 它是像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解答认识一下就OK 我们还是在放在账户中 那么账户的优化操作,我们列起来有这几个点 在账户层级,账户层级有哪些? 有推广计划,有推广单元,有关键词 关键词我们雪池的方向是不是会受到一个影响? 我们先从一个关键词的推广计划或者推广单元这一块栏 我们看一下推广计划 进入到我们的推广后台 好,OK W2.百度.com 估计有很多同学都已经忘记了这块 好,我们找到我们的账户 好,我们使用这个 一个是Q5BA OK,现在的话正在登录,有时候输入 然后点击验证 现在已经进入,然后我们看一下在搜索推广里面 点击推广管理 在推广管理这一块是一个账户数 看到吗?在这个位置是一个账户数 推广计划,再往下这些全部是推广计划 你推广计划在设置的时候 你看像这种 婚纱摄影 杠疑问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推广单元 全部都是围绕着疑问 婚纱摄影的价格多少钱 对不对 那么是这样来的 那么大概是这个的话是我们之前做一个测试的一个账户 所以里面的话它是 SEM净价多少钱 价格 地址 这些的话都可以去放在一个疑问 它的方向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键词 关键词我们这里问的是 SEM 培训多少钱 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去选择关键词的方向的时候 那么肯定就是一个 SEM 培训多少钱 SEM培训 然后多少钱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这个没有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现在的话已经进入 你看没有对不对 你看看有吗 有这个培训的价格 你看像这些 还有这个SEM培训要多少钱 看到了吧 有这些这些关键词的话才是比较相关的 虽然它的一个日均搜索量数据上面比较少 但是它的竞争程度 你看第一个是不是比较大 第二个比较 第三个竞争程度也是比较大的 像这一类 我们点击增加 那么就增加到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快速保存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是匹配模式和出价的优化 你是广泛呢 还是低价增加出价 那么也就是说是广泛的时候 你的出价是要偏于低的 那是低的 因为高的话 那么你的很多的关键词都是处于被用户点击 相关性又不是很大 但是点击量比较大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浪费你的费用 这个是在账户层级 我们看一下匹配模式是在哪一块设置 在账户里面 选中推广管理 在推广关键词里面 推广关键词里面 选中你要指定的哪些关键词 你要指定的哪些关键词 或者是说选中是某个推广单元 推广单元 然后点开里面这一块的话是零 是没有关键词的 因为我们没有导入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也是没有关键词 我们还是来这里点开 因为有很多的推广计划 下面的话是没有关键词的 我们选中局部的 然后选择修改出价 在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出价的话是多少呢 是2.21 这一块是修改出价 你也可以说把这个价格提高到多少 或者是提高多少钱 也可以去使用推广单元的出价 我们现在推广单元的出价是多少呢 怎么去尝尝看 在推广计划里面 或者是选择推广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先把这一块去掉 这个有点卡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哪个 我们可以先选中在关键词成绩 看到了吗 点击这一块就可以进入吗 这个是什么呢 是叫火锅加盟 看到吗 你点一下就进入到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是单元出价 单元出价是一块钱 如果我们刚才所设置的那一块 选择单元出价 那么这一块的话价格就全部被调成一块钱 你的价格是不是就进行了一个批量的一个调整 对吧 批量的调整 那么匹配模式 我们来谈一下 匹配模式 它是怎么去影响我们的账户呢 那么具体什么是匹配模式 我们就不去讲了 因为在前面的课程 我们讲过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匹配模式 这一块就是它的匹配模式 匹配模式 现在的匹配模式是什么呢 是短语核心包含 短语核心包含 有时候有一些同学是看不到这个匹配模式的 因为你这一块被你关闭掉了 你看现在就看不到对吧 然后选中在自定义里面 点击增加 然后点击确定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一块就可以选择 假设某些关键词 它的出价特别高 出价特别高 这一类的关键词 它的精确性就比较强 用户点击的就会比较少 假设有些同学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在这一块 展现特别高 点击也比较高 他以为是这个关键指数特别好的 然后把价格提高到 四块多 这里有一个四块七 那就采纳 点击采纳 那么这一块的话 是约约的一个叫广泛 也许是这样 但是像这种情况下 你去设置广泛 你看这里什么 叫巴鲁 巴鹿 鹿利 火锅 加盟官网 搜索这个 搜索火锅 搜索加盟 搜索官网 这些你这个关键词 都有可能会被匹配进来 像这些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吗 肯定不是 对吧 作为一个企业 它肯定要把这个产品 关键词选择比较精确性的 火锅加盟 那就是火锅加盟 根据搜索火锅跟吃火锅 火锅教程 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设置匹配模式的时候 就一定要考虑到 就一定要考虑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 第三是什么呢 是高级样式跟附加样式 那么高级样式在哪一块设置呢 是在这一块去设置 由于我这个账户的话 是没有进行上线 没有进行交位认证 所以看到的高级样式是比较少的 我们来切换一个账户 把这个账户先关闭 切换一个账户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 CC81 好点击登录 在搜索推广里面 在推广管理里面 然后看到附加样式跟高级样式 对吧 就这两种 为什么要去讲这两种 因为这两种都是去增加我们的点击率的 点击率影响我们的价格 影响我们的排名 影响我们的是点击价格 不是你的出价 在这一块我们的附加样式是增加了四种 没有使用的样式的话是有两种 是有两种 你看像这一种 当我们用户使用手机去搜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像这种他直接点击电话就可以了 这个是在手机端 你看 手机端是像这种 像这种用户去搜索是不是就直接点击过来了 从转化的角度是不是也是比较高 转化比较好 我们的点击最终的一个平均点击价格 转化的成本 这些都是不断的降低的 我们看一下西境 西境在移动端是有三个 那么在PC端是有五个 你看移动商桥 当我们用户去搜索看到这些 他直接可以点击再些咨询就OK了 你看如果你自己有APP 用户直接下载 就不需要经过你的网站 然后再去第三方再去下载 那样太麻烦 我们看一下网站的图像 网站的头像 优惠页 微博附加创业 还有凤潮视频 门店推广 第三方的这些的话是什么呢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高级样式 这些高级样式对我们账户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点击率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着陆页的优化 着陆页的优化 从我们的设计上面开始入手 那么设计上面的话你可以外包 多站在一个用户的角度 假设我们来百度里面搜索一下 在这个位置我们去搜索 SEM 是你出现了叫SEM 什么什么什么高手什么 SEM开创什么什么 那么我想要的什么呢 我不是想学习 我是想脱寡 对不对 不是很明确啊 好我们增加一个托寡 那么当我们出现这个SEM托寡 或者是说竞价托寡的时候 你出现你的竞价培训 你看像这些我们看一下 专注什么什么SEM11 这个的话像这个的话都还好 都是它的一个比较相关性的 我们看一下 你看培训学校 独家我去搜索的是什么 我去搜索的是叫竞价托寡 我没有时间去学习 去报名叉加你的培训 我是想直接把我的账户外包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说不相关 关键词与这个都不相关 我们看一下页面 页面是什么呢 是开创教育 开创教育 你用页面做的团 互联网营销 你不是做百度竞价的吗 我搜索的是竞价 是很漂亮 你设计的这些都很非常的优秀 但是不是我所想要的 应该进入的话是这个页面 叫SEM 那就是SEM 比较很精确的一个页面 而不是去搜索 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像这些 它的转化就会越来越差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客服的专业 有很多的企业 尤其是一些传统的企业 只增加了一个QQ号码 我们来看一下阿里 我们在百度里面去搜索 火锅 或者是说 云南旅游 我们去搜索云南旅游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一些在线 在线客服 好 像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完善的 像对角 它都有 好 我们再来找一下第二家 第二家还是康辉的 你看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下 它只是说页面不一样 它的排名开了两个户而已 你看 开得了吗 排名第一第二都是它家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 第三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压根就不相关了 我去搜索的是云南旅游 你看 它查云南旅游后 视频云南旅游点击查看什么 这个就是瞎稿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在些咨询 这个就是没有在些咨询的 你看 开通会员的 像这些就是什么 就是说客服不仅不专业 而且客服的工具也没有 也没有 那么第三 网站的服务器尽量购买 大品牌 哪些是大品牌呢 就是外网 西部数码 新网 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 都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 新网 外网 或者是说我们在百度里面去搜索一个 排名 茄实 茄实的 域名 或者说空间服务商 这样去找 你看新网这个是做了净价的 还有这个什么互联美好 这些都是做了净价的 我们看什么 2014年的这个是 这个是美国服务器的 我们就不用去看 中国十大服务器 那么家长之家 这个的话 只是作为参考 有时候的话 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动 人为的是可以去操作的 我们可以去参考 看一下 阿里西部数码 成都 西部数码的 然后在这里 在这里 西部数码 新网 然后35互联 美成互联 然后新网互联 华夏什么 这个的话都在发生变化 有时候 人为的去撰写这些文章的话 马上就发生了变化了 好了 那么关于优化的一个策略和方向 阿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那么你看像这些的话 我们会在下面课程 会一个一个的去抛洗 在第二节中 我们会继续的讲 好嘞 那么本次课程就到此结束 感谢学习 我们下一节课程再见 拜拜 拜拜